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认真去追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杂志计划制作的 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第1220一集的播出 我们如果看看我们身边所有的制度 可以发现有些规定或者有些制度 跟我有关 可是可能跟你没有关系 或者跟少数人有关系 但是跟多数人没有关系 只有一个制度 大概没有人跟他没有关系 那就是我们的全民健保 讲到全民健保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对外国人讲 或者外国人对我们讲 都会说台湾真好有健保 或者我们有很多出国的游子 每次想到要回家就是为了健保 那很多外国人都说台湾的健保 真的是奇迹 了不起 可是我们身在其中 我们却常常听到很多人批评健保 不管是医生医院病人诊所 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人对健保不满意 健保关系到我们全台湾的2388万人 有90几个投保单位 有2万多个签约的特约诊所 这么庞大的体制 一年的预算可能要到7000亿 那各位想想看 负责统筹这个制度跟机构的人 承担什么样的压力 不管是夸奖 真想夸奖的比较少了 批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我们今天专访的 我们健保署的署长 李伯昌理事长好 黄教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署长不错 我记得今天也看到你 你也在我们节目当中 看起来跟现在一样开心 这个工作 您负担起来还好吧 对 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说当年我从成大医学院的教职 办退休 然后到健保署来工作 一专业三年多了 那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 那假如做好的时候 能够对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 都是有帮忙的 那当然我个人的心愿 也是希望对所谓的 我们的台湾的medical providers 就是医疗供应者 不管是医师 护理师 药师 检验师等等 我都希望能够给他们 一个很快乐的工作环境 我也有他们有快乐工作环境的时候 回过来 才能够让我们民众得到 最好的健康照顾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自己也是全力以赴 我觉得很少人像您这样子 跟我们一样都是健保的背保险人 然后又是一个投保单位的负责 您当院过台南医院的院长 对不对 然后您现在又负责 我们最庞大的健保署的工作 那这个三个角色的扮演 如果你从不同的角色来看 比如说您在当医院的院长的时候 您看健保 跟你现在看健保 跟你是一个消费者的时候看健保 有什么不同吗 对 我想觉得唯一的不同就是说 那时候我在陈大医院的时候 被借掉到台南医院当院长 当了四年半 不过我想对每一个医疗的经营者来讲 他一定很在乎说 他的经营的绩效怎么样 经营绩效怎么样 就是唯一的资源的话 就是来自于卷宝 所以一定会想说 他怎么要去运作 不过当然在这个职务里面的话 我就觉得说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所有的医疗供应者 都要尽量要有所拿捏 所以这个有一个逻辑稍微不太一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来自医界 所以当我在操作这样的一个健保的管理的时候 那我想就是说 人家说的没没咳咳 因为我们都有体会 所以我们就是也知道说 很多事情需要沟通 所以就是跟医界都有做充分的沟通 也是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 觉得怎么样是该做 什么东西不该做 所以说在这三年来 的确我也是很感谢我们的医疗供应者 他们也是觉得说 健保改革是我们需要走的路 要不然后来的话 我想台湾的健保不能就是永续进 就刚刚黄教授提到的 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台湾健保很好 只要倒了以后就什么都不用讲 所以这一点是 我世界也是还蛮幸运的 大家一起努力 这是目标 我们如果从统计资料上面来看 健保其实在106年就开始出现赤字了 对 那时候您已经到署里面来了 对 所以您进来的时候 其实健保已经是赤字了吗 没有 我进来的隔年 隔年 我总是民国 就是我现在到现在已经满三年 所以说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还好 不过隔年就必然的 不过我是觉得这也是 就是赤字的意思 就是说我想这个很多时候 大家也可能也需要一个了解 因为理论上我们的健保 叫做一个收支连重 所以我就说我一年我有一个总额 我要给你花多少钱 然后一年我的保费是多少钱 这本来都是有一定的一个算法 但是我目前就是我们在估计 我们的每一年要花的钱 事实上是比我们 每一年我们可以收进来的保费还多 所以当然我们一年就少要8%的差距 所以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当时有一个补充保费 补充保费就是有收了一些 像说今天我来这边上节目 对不对 有一点收入 这个都是扣补充保费的 然后问题就是说这个钱的话 就这样一个扣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补充保费 就比较不够 然后预期就是民国114年的时候 我们的补充保费的安全准备基金 就会不够 那时候就变成说 刚刚我提到的收支联动 你钱不够怎么办 就是把大家保费再多收一点 可是我一直有一个心态 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医疗供应者 也就是医师 护理师 刚刚老师也提到说 他们很多不满意对不对 事实上一开始就说 我们知道说台湾的民众 对我们满意度很高 我就问我同事说 到底那个医界对我们满意不满意 他们说不知道 我说不能那样讲 我说你一定要去调查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人家对我们的满意度 就有三成 不过我们经过这段时间 在每一年每年再增加 现在已经对我们满意度 增加到四成 不满意度也在下降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假如说 我能够让我们的医疗供应者 他们都觉得说 他们得到的工作所付出 得到的几户是合理的时候 我想他们不会在乎说 我们的健保 一年是6600或7000 那个天舞数字 跟他离得太远了 所以说这就是 我自己才讲说 我为什么一定希望 把这个健保的资源 做最有效的利用 利用的时候 因为这些钱 到最后都要回馈到 那个医疗的供应者身上 因为健保不可能剩下钱 说我这钱用不完 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 就是总额 然后我们就是医疗服务的 叫点数 然后到最后就点值 所以假如说 譬如我开一个盲场 健保署给我1万点 不代表1万块 假如我今天服务的 那个出来的点值 算出来是1点是1块 就1万块 假如1点就9毛钱 就我开一个刀 变成成9000块 可是假如点值1点 是1块1的时候 我开一个刀 同样开一个刀 我就得到1万1 所以这是一个 开刀的人比较少的时候 开刀的人 就是我们的医疗的服务的项目 比较少的时候 点值就比较高 就会点值就比较好 所以这变成说 大家要努力 不过因为人性 大家都是朝着说 我不做别人 就做去 我是不是就亏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不是 很好的一个逻辑 对 我想对我们民众来讲 提到健保 其实比较没有像医院 那么有直接的感觉 那个感觉一定来自于 医生说 这个健保不给付 大概就那个感觉 可是你看我们台湾的民众 我想每一天 平均就我们这样一天下来 我想在医院走动的 应该超过100万人次吧 有 那其中绝大部分 都只是缴个括号费 就非常少了一点点 自己负担额度 所以你刚提到说 医疗院所比较不满意 这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是直接对健保署 去申请的 对 对 对 好 那所以我们就要提到说 最近新闻报了很多的 对 就是药费的问题 对 这药费民众就有感觉了 对 因为我平常爱吃的 习惯吃的 对 某一些药 医生说现在健保不给付了 对 那所以换了药了 对 所以像我们这种 因为药价调整造成的 某一些民众习惯的药 我想最有名的 对 就是那个治疗 犹豫症的 对 百油解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了 一听就 本来是百油解 现在是百油都一起来 对 所以如果以像类似 这样的事情来讲 那署长说 不管学民药 或者是原厂药 原厂药 效果是一样的 对 可是讲真的 很多人真的觉得不一样 对 那到底是一样不一样 好 我就在立法院的时候 那个立法委员在问我 那这个 因为他在台大医院 拿的药是原厂的药 是 然后到了一个诊所去拿到的 那个就是学民药 所以病人就觉得不放心 那病人就说他还要回台大医院去看 那就跟我们现在在推的分级医疗 就会造成一个落差 那我就说 以我政府官员的立场 我必须要说 这个学民药跟原厂药是一样 因为我注意到 您强调说 以我政府官员的立场 那如果您今天是个医生或者是消费者 您也会这么说吗 我这个现在就是看药 所以说我为什么跟食药署 还有台湾治药公会协会 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人家医界他们自己 就是说他们自己又不是 因为医师又不是神龙士 不是每个药他都吃了 对不对 而不过问题是说 病人吃药以后的感觉 会给他知道 当然是说 这个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 偏感觉 当然也许有时候有一些素质 可以让你去观察 所以就变成说 医界有一些人 他们就说 对一直习惯说 我一定觉得原厂药比较好 就算你刚刚提到的百油结 有25%的病人 还是吃原厂的百油结 可是另外有75% 他吃学民药的百油结 他都很好 所以变成说 我就跟食药署 跟台湾治药公会讲说 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们出来的药品 所谓的VEA跟VE的一些药效 你们一定要定时要去monitor 这样的话让 而且自己要让民众知道说 这个没有问题 你刚刚说BABC是什么 对 就是一种药效的一个测定 你一定要让他们有感觉 你自己就说 你不要说连你都不敢讲 那谁帮你讲 所以说前一阵子 你老师在提到说 有百油结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自己就会这样去表达 可是问题就是 我也是说 刚刚那个药价的问题 老师提到是一般的 我们自己也在检讨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 老师刚刚提到的 原厂的百油结 它是一颗 我们健保署 按照我们的那个 就调整药价的公式 我们给它是2.08 但是问题是 医院 它卖给医院的话呢 只能卖2.05或2.04 所以那个差价非常非常低 就是不会有一般 你讲的 那个药价差的好处 对不对 所以它是纯粹 就是这样在卖 那可是问题是 我们跟所谓的 玄米药的话 不管是 就是台湾的玄米药 或是 国外进口的玄米药 我们加起来的时候呢 把那个费用 从 几乎从2.08 要变成1.96 问题是 为什么它会这样煮 因为有一些 本土的一些制药 它卖得更便宜 所以平均值下去 我们公司的时候 看起来很合理 但是问题1.96 那厂商就不卖了 厂商哪里做亏本的生意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我同事说 这个就是我们要 自己要去注意 有一些人家 已经是我们 健保级入的价钱 跟厂商卖给 那个医院的价钱 是非常靠近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注意到 这个可能是高风险的 所以我们自己 就有在拿捏 所以最近我们除了就说 一些高风险的药 我们都有在追踪以外 另外我们对于 那个所谓的 就是说地板价 我们不要让人家 老师一直讲说 我们一颗药 比糖果还便宜 我们该给人家 合理的利润 我们就要有 所以我觉得说 一样一样去改变的话 就很重要 不过老师刚提到的 就是说 我们要休息一会儿 再回来听听 署长怎么说 但是如果你也是 使用百忧解的话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的医院 你还是可以拿得到 原厂药 有的医院 却只能给你学民药 我们休息完 后来请教署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全民健保 确实是我们 台湾民众 最重要的依靠 我们很难想象 如果有一天 我们没有健保的话 这个日子不知道 要怎么样过下去 可是我们享受 健保资源的同时 难免会遇到 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比方说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 这个药价的问题 我们看到报道 都是讲说健保署砍药价 所以让民众 有一些什么药 都拿不到了 我想请教就是 如果说健保署砍药价 只是把整个价格压低 真的可以达到 医院不再用比较低的价钱 去买药的效果 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我们的健保就是一个总额 我们一年 譬如说我们讲1600亿 或是1800亿在用药 这是本来就是一个 因为你不可能说 这个药会一直无限上钢 变成3000亿的时候 另外只有剩下3000多亿 给什么开刀 做什么导管那些 那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 固定差不多25%左右 是给所谓的药 买药 那问题是我们的一个预设 就是说我这些钱要用 可是假如是说 我们今天所有的 每个药都有成本 有些费用我们起物的 当然假如这个药 超过了那个钱的时候 它跟医疗行为不一样 刚刚我跟老师报告就说 有一个叫点值 对不对 就医疗行为有点值 可是药是没有点值的 药就是1.1元 那假如超出了1800亿 变成2000亿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这样的话 就是变成多出了200亿的时候 我们变成就是要 用调整药价 来把这个200亿把它吸收掉 所以问题就是说 这是一个药界 他们通常同意的一个公式 可是我就是我去了以后 我就发现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看得到 就是说我们在做居家医疗的时候 到病人家里去访试的时候 发现他家里面有这么多的药 根本没有吃完 他拿了药就不吃 不吃的时候问题就是说 就是这个都是成本 对不对 那我到最后我就发现 这不是办法 那结果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以发展什么 有一个叫云端药力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那个 刚刚老师有提到 过后会以外 我们有一个叫不务务单 那我们在目前的健保体系里面 就是就吃药的 我们有一个不务务单 可是在健保法里面 规定是有一个叫定律 比如说20% 30% 40% 可是我们在目前 我们是用一个定额 就是说你最多 不会超过200块钱的 不务务单 那我们做了检验检查 电脑断整核子公尊 是没有不务务单的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说很多人拿了药 他不会心痛 他不吃 他也不会心痛 所以说被人说 我的话就说 你在最后面的时候 你才调整药价 那大家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当时在当医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为什么健保那么笨 每次都调整药价 可是我同事就告诉我说 署长 你那时候在那个 苹果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写得很好 因为我说 我当我在这个健保署长的 这个职务的时候 我发现因为药会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整个一个财务的状态 我是不得不调整药价 这是现实 可是我觉得 这是在后面的时候 才在做改变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 各位也知道说 我们现在处理的 就是所谓的云端药力 也就是今天我们希望 所有的 我们的民众的话 开药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问题是说 这就变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病人他拿药回去 以前都没有监控 那医师开药 也不是他在出钱 那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假如说你一个病人 你假如开药 你要过去来讲的话 你假如说开14天以上的药 可是你家里还有10天的时候 我们的健保的那个电脑 就跳出来告诉医生说 这个病人家里还有多少天的药 那的话我们就要求你不能 要病人要吃完药才能再来拿 那最近我们就是 假如你开药超过7天的时候 可是病人家里还有10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管控 我也有做到前面的地方 重复浪费不要有的时候 后面的地方 你所有的整个药会 就不会超过1600亿或1800亿 也就不必去调整药价 相对来讲就是说 我们假如药会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我想很多民众都知道说 我们有一些癌症 对不对 有一些像罕见疾病 这都是需要花钱的 那我们就有足够的钱 来给我们民众更好的医疗照顾 所以说这个 我想药品的结业的时候 我们也是希望全国的民众 大家要有共识 因为这不是替健保在省钱 实际上大家假如把健保照顾得好的话 到最后有一天 我们自己当病人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的照顾 才可以提供的到 就算我刚刚提到说 比方说随便讲一个药 卖优好了 它是一个原厂药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可能病人到某一个医院去 他没有办法拿到原厂的药 他只能拿到学名药 可是另外一个医院就可以给 这可以解释成说 可以给原厂药的医院 是给厂商的药价比较合理的 可以这么说吗 或者说比较可靠 应该是这样 像卖优目前并没有缺货 没有缺货的时候 缺货跟没有缺货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讲百优节好了 讲百优节 因为百优节 它就是说变成说 我们知道在台湾有时候就说 市场的机制的时候 你叫买药买得多 对不对 那你得到折扣就会比较好 当然是说问题是 但每一个厂商在卖药的时候 他当然一方面他也是希望说 这个用量够大 你只要偶尔照一点量的话 他就也要给你折扣就有限 原则上比较大的医院就有可能 当然可以这样想 比较大的医院 它的购买力比较多 因为太多民众需要 就相对来讲 那个厂商都会优先提供给这些客户 不过我是觉得是这样 因为假如说像你说有一些药品的话 就是说他怎么讲 就是说他是供货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问题是说 也许我们说卖优 他可能 其实卖优的价格也不像想象那样 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不同的那个医院的时候 他给的价格又不太一样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价格很奇怪 可是有些说做生意的人 也就是说做药厂 他一方面是旧人 没错 一方面也是相当于是一个business 那当然 business的时候 他也不就卖一个药 他卖很多药 所以有时候这个是受伤的 这是要谈的 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策略 那您刚刚提到说 因为我们药的部分 处理方法跟医疗那些不一样 也没有什么致富也没有什么 可是比方说 我们最近看到有几位医生 他们对于这个抗生素 对 叫做蓝坡的这个抗生素 现在健保不给付是吗 没有 其实都不是健保不给付 老师这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台湾 我们有一个叫DET 这个药品的那个汇用的一个目标值 所以在这个目标值的时候 我们对于就是所谓的每一个药品的价格 我们会看这个药品 它卖到各个医院 它的价格 它是卖多少钱 然后我们就认为 这在这个平均值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说 譬如说我假如说能够卖你 就是卖给你只有卖一只三百块钱 可是我们一只本来是几乎五百块钱 卖给你卖给四百块钱 到最后我们就知道说 有人卖三百人卖四百 我们就平均了以后变成三百五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本来给的五百是太多了 我们就会调整 所以说这都是在实物上 就有这样在仿价 因为他们跟医院跟药厂购买的时候 他们都要报价 给我们知道说你买多少钱 所以说你刚刚提的就说 不是说不给 而是说给了这个价格的时候 那就可能就说对药厂来讲 它不乎成本 那为什么就是 我是说实在我来自一界 我当然知道 有时候有一些医院 就它跟药厂要求的价格 事实上是让人家不能承受 人家连可不做 对不对 我不卖我总是可以 你说你不能怪我不卖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 甚至有药厂会跟医院讲说 你干脆你买另外一家的好了 也是一样同样的 成为性质的抗生素那样 所以这就是市场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就药品本身来讲的话 有没有可能做到 医生本人觉得某一个药 其实对病人是比较好的 那可是可能有药价的限制等等的 那让病人自己负担一部分 就比照像其他的做法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擦耳负担 不过因为擦耳负担 目前在我们的健保法里面 对药品并没有提供这个样子 那擦耳负担事实上 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况 譬如说今天你在看门诊的时候 要假如A这个药 B这个药 A这个药擦耳负担 5块钱 B这个药不必擦耳负担 或者擦耳负担2块钱 那医师要问病人说 你是要出5块 要出2块的 那个东西有时候在台湾 目前的医疗生态 也是一个风险 因为你说实在 我假如今天出了5块钱的 可是问题是说 一颗5块钱我花了 可是问题是吃完了以后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病人回来找你在埋怨 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医疗救问 所以就擦耳负担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是 我的个人认为假如说是我们做到 所谓的医药分业 今天就说我医师就有开处方签 那病人去药房拿药的时候 那药师可以跟他解释说 这个我们这个性质有不同的药 那你这个药擦5块钱 或者擦2块钱的 让民众去选择 那就更合理了 今天你假如医师变得 好像在做生意的话 这个我看那个 以现在台湾医疗生态 这个风险是太大了 是 好 那其实刚刚叔叔有提到说 我们常常拿了药回家 不吃或者到处去看病 拿了很多各种不同的药 回家放着 我们很多人抽屉拉开 应该都有非常非常多 用健保的资源拿回来药 可是放着的 台湾一年要丢掉5亿颗的药 这是谁的错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但是另外有一个 可能一般民众觉得 这当然是健保署的事情 就是去查这些医疗院所 有没有扶开 烂开 药价 医疗费用 那我们休息会儿呢 再会儿来请教署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提到健保呢 我想我们最不喜欢听到的 就是要涨价 或者说本来有给的 现在改成不给 或者本来给多的 现在给的比较少了 那我相信一个制度要永续下去 而且对我们整个医病关系 有帮助 还有确保我们的权益的话 确实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 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 我想接着下来我要请教署长 就是说我们前不久 其实经常性的 也要看到在报纸上报道什么医院 而且有都是很有名的医院 福报费用 或者是以少报多等等这一类的 其中有个环节 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到一家医院去 好像很自然就会掏出健保卡 健保卡 对不对 就刷卡 可是有些状况底下 可能是不用健保的 比方说我去做个美容之类的 本来是不用健保卡的 因为它是一个医院 可能就会掏出一张健保卡 可是我们不晓得在那个动作的后面 就延伸出来 可能有一些不效的医院 就会拿刷卡的动作 延伸很多费用 向健保所去请领费用 会有这种事情吗 是 说实在我一直相信 其实每个医疗人员 说实在整个学医的过程里面 他实际上蛮重视伦理学的 但是问题就是人性 所以有时候到处就变成说 他在做一些申报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是合华 就需要去自我省事 那我个人一直觉得说 其实健保署跟医师 或是跟医疗机构的话 都是一个互信的原则 诚信的原则 你申报什么东西 我就相信你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一年差不多有三厘两千万件的申报量 说实在你一般来讲 你不太容易去一个一个去查 但是还好 因为健保署现在是因为AI的关系 那我们用大数据去分析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说 譬如说今天在医学中心等级 对于这个医疗行为 它的那个就医人士里面 大概多少个percent 那问题就是 我们都有一个平均值 假如你这个医院里面 你是完全脱续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就要特别留意 然后你假如这个医院里面脱续 你里面的医师 有哪一线脱续的很厉害 我们都会有数据的 你说脱续指的是吗 对 人家 你申报的量特别大 那这样的话就变得有问题 所以说 所以我们是每个月定期 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医院的院长 因为做医院的院长 也许他不知道 他下面的同仁怎么去做 或是他们医院里面 哪一个医疗行为 是跟人家比起来是什么样子 所以很多院长都很高兴 有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就这样在做 那为什么我这样去做 就是说我基本上 我自己的态度是这样 尊重医疗专业 是我一直跟我们健保所同仁互免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的能力 我们不要一直质疑他们 可是假如说 有一些问题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告诉他们说 有这个现象 那要叫他们说明或怎么样 那当然就说 像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有问题的时候 那或者是有人有检局 那我们去查 我们知道有问题 这个虚报或福报 那这种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有时候会叫医院自清 你自己就这样的一个医疗行为 在你们的这个 不管是诊所个人 或是说医院的话 我们要你自清 你这样的一个医疗行为 是有没有这个样子 这是不对的 他们很多医疗院所就很愿意 就说因为按照我们的办法里面 有一些是要停约 要罚款的 可是我一直跟我通说 反正这个有时候是爱的教育 反正你就是先跟他要求 他假如能够吐回来的时候 你就最好 因为说实在你假如说真的要给他做 做那个去处 所以你要一件一件一件去查 查看是不是违规 那花出能力更大 不过你叫他自清的时候 有时候他自己就会知道说 人家健保署有在盯我这个东西 那我就干脆五年把你清一清 全部把钱给你 但是说实在的 他即使给我五年的钱 我也没有赚到 这个钱白他就不该拿的 你知道吗 可是我相信就是说 目前来讲整个台湾的医疗体系 大概都知道 这个署长不是在玩假的 因为我们自己就说 会知道说这个是不对的 譬如这个医疗行为怪怪的 太复杂了 都不对 那我们就会跟他要求他自清的时候 大家也都慢慢慢慢 会改变他的医疗的生态 所以我就说 假如这种福报的或虚报的点数 下降的时候 就刚好跟老师报告 他点子就有可能上了 是这样 您印象中健保署处罚过的停约 或者是吐毁的金额 最高的 或者是停约最久的 最高就是最近的 最近各位 我们的打呼吸手术 当然有一些医疗会告诉我说 你健保署你没有与时俱进 那我就说 其实这个就是今天健保署同意 同意就是说 我们在开男性的摄氛线的时候 手术的时候 因为比较深层 所以有时候就传统的护腔镜 不容易开的时候 我们同意你用打呼吸去开的时候 你跟病人拿智慧的时候 那有一部分 你可以跟健保申报 手术会用 这样算是合理 可是其他的手术 在我们所谓的 那个医疗新科技的计划里面 我们还没有认为说 这个比传统手术好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同意他可以 就是跟病人拿智慧 又跟我们健保申报 他只能像病人拿智慧 那健保就不能申请 对 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个态度 当然有人就申报了 申报只是运气也不好 因为我们就是会有大数据 我们就说这个怪怪的 可以我们就跟他讲 所以说我是说 那个医师可以说 他不知道我们的规定 事实上都是误解政策 那晚了以后院长可以说 我那么我不知道 我都说都没有关系 那我自己就跟他们讲说 你这个都说不知道 我都没有意见 我说你那个医疗事务部 专门在申报的人 因为我们健保室都有公文出去 你既然说你不知道的话 那真的这个医院可以关起来 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38家医院 他们都自己都觉得说 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需要配合 这样的一个政策 不该报的不要报 所以这次的话 就差不多三亿两千多万 就吐入来给我们健保室 大家 当然这一次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明年的话呢 就是说 我想医疗院所大概知道说 这个不是小事 他不会去 因为假如在福报的时候 可能我们用的办法 就不太一样了 可能就是我们会让他停约 或是怎么样 因为假如说现在这个 38家医院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没有用那个 那个就是审查办法去办停约的问题 如果停约下去 整个台湾的互产客 全部都关门的话 那之下还得了 对 因为您刚刚提到这个吐毁 当然这个是医院对健保署 跟病人都没有关系 对 可是你只要停约 确实会影响到 病人的救予 救予 权益或者方便 对 所以健保署要用停约的时候 过去是不是也引发过这种说 民众觉得 这样我去哪里看病或者是 我觉得我要自费 没方便 当然民众会有这样的疑郁 像说最近我们在台中 也有一个医院 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不问题 那个是没办法 就是印象 这个办法就需要这样去做 只是说我们还会跟他们协调 看看让民众 就医怎么去取得一个方便性 我想是这样 很多东西的改革 不是一处可期 但是态度最重要 按照态度明确的话 像说他们最近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医师 他们做的医疗行为 说实在 我们都会去查署 就会去注意到问题 会去查 查的时候 当然有一些医师 就会很 能够很厉害 你就是这样 我就是会找什么律师 要跟我们对 我告诉你 健保署的 只要健保署 要去做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 十有八九 都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你要告赢健保署很难 并不是健保署很阿拔 而是健保署的严谨度 不是我今天才创立的 我的同仁 24年前 他们开始在做健保的时候 大家一路走来就是 都是很守法 而且他们的学金力都很够 虽然有一些人会说 这个健保署是怎样 你知道以前 他们叫健保署都是前辈 怎么讲 那个背哥哥 你知道 就是很下见的 见那个背哥哥 我每次被人在那边骂的时候 我都很 可是我们当时的林作文部长 就发现一句话 他说 李博尔 我跟你讲 人家没有健保都不敢买理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觉得说 我假如不对 我一定会改 可是假如说我们没有不对的话 我们会坚守立场 所以我是跟我的同事 都是互相勉励 我说我们都是依法行政 当然是说尊重专业 大家就比较好沟通 那样 不过最近的达文系这件事情 我想医院的内部的反弹 应该是很大 虽然是吐出来 可是可能对 至少我有听过医生讲说 那以后我们就变成 全部都找病患拿 不申请健保 这个就是说 其实就是一个管理的态度 你要跟那个谁 其实理论上 这就是一个磨骨的一个态度 因为你要跟病人 拿这个费用的时候 你要跟卫生局申报 你到底这个费用 跟病人是拿多少 所以说不是说 自己随便要开架就可以开架 而且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 我们对这种智慧的 会用的话 在健保署的管理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针对 这样的一个智慧项目的时候 我们都有在电脑里面 都把它整理得更干净 那民众假如就医的时候 民众会说 我要开这个达文西 我要开这个哪一个部分 开互产科的达文西 这个医院里面 病人智慧是多少钱 这个医院是多少钱 那病人可以去选择 所以病人说 我是觉得资讯透明 公开化 对民众的就医是更有保障 所以你老师刚刚讲 那种意思的话 说在那个就是 我所谓的误解政策 没有那一回事的 因为就是说 你假如是自己觉得说 你技术比人家好 这个不是说今天 你倒去随便去外面 找一个那个阿东辈 他随便喊价 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不是那个样子 他们要收多少钱 都要跟卫生局申报 假如他收的钱 是跟他卫生局 同合定的 不一样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就违法 病人就可以告他 所以说我们自己就说 在整个一个体系里面 你也知道说我们的 我们目前有一个健康村子 老师有没有听过 健康村子 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那个 就是我们个人的资料里面 我们健保署里面的 健保快一通里面的app里面 有一个健康村子 里面都有 你健康村子里面有记录 就是你过去三年就医的记录 所以你在哪里看过什么病 开过什么刀 上面都很清楚 所以变成说这个东西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整个健康照顾的一个方向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署长 为了跟医院中间的沟通 还有跟民众中间的沟通 真的是费了不少心思 可是我们在这个制度里面 究竟我们自己 还能够留意什么 休息我再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到我们到大型的医院去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有些医生在我们面对 必须手术的时候 会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选择 比方说我们现在 这个讨论的打温西 我想很多医生或者很多病人 也包括保险公社医务员 他们一定都会说 如果你有保险 你有医疗险的话 你就负得起打温西守备的手术 就不用接受传统的手术 那我想您本身又是医生 然后又是健保署的主管 而且您还是一个外科学的教授 从您的角度来讲 这些很先进的医疗技术 就代表是好的吗 对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当然每一种东西都有一天不断在进步 那我们现在讲就是在我们的国内 或世界各国都有一个叫HTA 就是医疗性科技的评估 那因为每一个动作做的时候 到底它的意义跟价值 有没有比现在更好 好 就是说譬如说存活率有没有更好 对不对 那当然手术时间是更好 然后当然就是说 你付出的代价是不是更好 这都是要考虑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整体的评估 那目前来讲就是说 可能在达夫妻而言的话 比较简单再讲就是说 他们认为 认为就是说在开社会线 矮是有它的帮忙 因为视野比较清楚 那做得比较安全 这个是我们也是有一点 就是说基本上 就是人家文献都已经这样讲 我们就比较支持 各个假如说像妇产科的 那个就是肌流好了 因为很多女人都有肌流 对不对 那你在用达夫妻跟用那个 那个传统的 可能就是人家认为差异不大 差异不大 可是问题就是钱就差很多 那当然就说 重点就是说 他伤口看起来比较小 或干嘛那样 那自己就是说 其他有一些像说 因为我们在韩国 他们有时候要开假状线的时候 他们用达夫妻 因为就让伤口更小 更漂亮 不过我想这都是 有一些东西已经超出 所谓用医疗的评估 而是属于比较美容的评估 那当然就是每个人 每个人对美容的需求 就不太一样 那我想健保署的态度是这样 假如真的就是说 这个是对病人本身的好处 就是说医学上的好处 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当然都比较支持这个方向 假如纯粹就是为了美观 那个东西可能就不是健保 主要的那个 那个挤护这一笔 费用的问题那样 那以达夫妻手术的手术来讲 未来健保有没有可能做到 就是比方说像我选支架 我选的是健保支架 或者我加费多一点 然后我要选导义手术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社务线之外 有可能在扩充其他的项目 因为部长有指示 就是说因为当然医界 他们都有一些send in 当然我也不是 而且他们进口那些设备 也花很多钱 可是问题就是 这个又不一定那样讲 有一东西就是 你自己做的东西 我们健保署 我们要负责 不要负责 我们不是在帮他 就算说你今天开医院 开了以后 但是就像你讲 可能有些医生会觉得说 你们跟不上时代 人家新的技术进来 你们不是从这个 鼓励人家的角度 而是慢慢观察看 是不是有预期的效果 再决定要不要付 对 所以人家很多人 都在批评台湾 台湾哪有人达夫妻 那么三十几台 是啊 听说全世界达夫妻 像我们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台湾就是 台湾的医疗体系 就是比较特别 因为台湾就是有一个全民健保 其实老师我跟你讲 我现在在接这个职务 那么三年多 虽然不算很长 但是以我的背景的时候 我当然会 在全世界各地方会有演讲 跟人家交换经验 我想我一直很骄傲说 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个职务 这个健保也是台湾的骄傲 可是问题是说 我是很 因为台湾的健保 已经在照顾所有的民众 照顾得这么好 其实像美国 他们的上一次 他们的卫物部的部长 就上一任的 Tom Price 他到台湾来的时候 就发现我们台湾怎么 可以做云端资料分享 可以做那么多 所以他目前这一次的 现在的部长叫Aza 他在WHA开会的时候 就碰到我们的陈部长 两个都双边会谈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们的资料 他就觉得 怎么这么厉害 就跟我们互动就很好 所以说台湾的健保 能够让美国也会觉得很压抑 怎么可以做得那么好 自己说其他很多国家的保险 他们也认真在提供医疗服务 可是他们都是很多商业保险 商业保险到最后就是 你要交保费 所以也是说老师 你这个现代保险 可以逐渐的交很多人 那才是问题就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目前健保 健保事实上有一些 相当社会福利 社会的保险 对啊 所以说我们提供的时候 至少该有的 我们一定会有 可是你就是你要 做得很好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你自己 想要接受那样的服务的话 我们的民众可能 自己心里要有准备 这个我想这是一个拿捏的问题 是 如果以健保的保费收入 跟给付 大概接近 保费跟支付接近 所以要维持它永续经营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有牵涉到2000多万人 所以我记得 一直有一个声音说 为什么不让商业保险公司 来接手做全民健保 这个业务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 不是接我们的全民健保 而是跟我们全民健保 怎么去match 怎么去合作 这是我是觉得 是未来的那个 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在做改革的时候 这可以去考虑 因为变成说 商业保险家可以提供的 某一些的医疗服务 或医疗给户的时候 可以让民众在 在买商业保险的时候 他就至少可以 cover到这一块 因为毕竟像说 今天我们在 部长的那边的 高级会议的时候 在讨论 其实像我们喊病 最近有一个疾病 就是他 就SMA 就是肌肉的萎缩的东西 你一个人一年 大概用的医药 会用大概是1000万 另外一个药品的话 一年都要6000万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讲说 部长就在指示 这是以公益的角度来看 所以事实上 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你一个人 当然每一个人 人命都无价 对不对 可是问题就是 你一个人用1000万 一个人用6000万 那事实上 搞不好很多人 都有这个需要 都没有办法拿到资源 好 那我们休息完了 这回来看一下 每当健保有一个动静的时候 几乎马上就会成为 商业医疗险的商机 那我们也看到 非常多的商业医疗险 一直在卡这个健保不给付的部分 或者要自费的部分 甚至于健保的某一些做法 都会成为商业保险 跟它配合的地方 那我们休息回来 再来看一下 作为我们全国的 这个最高健保机构的负责人 他怎么样看商业医疗险 还有他自己买的保险没有 休息完立刻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记得在健保开办的时候 应该是84年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国内的受刑业 真的是一片哀嚎 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 糟糕了 那以后还有谁要买医疗险 但是没有想到 这些年来 商业医疗险不但没有减少 而且成为我们受刑业 投保率最高的险种 每一个人都有几张医疗险的保单 那我们来讲到说 这个全民健保 这个收支在平衡的时候 难度很高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如果我们看受刑公司的健康险 有个人的 有团体的 团体那一部分跟健保差不多 因为团体的医疗险 它比较像健保的医疗险那种概念 就是都是看病而已 而且付的是健保不付的部分 所以收支相当 可是在个人的部分 3000多亿的保费收入 大概只付了1000多亿的理赔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险种的设计 是不需要像跟着健保 每一件都要赔的 好 但我想请教就是说 业务员常常会告诉客户说 因为健保这个不付这个不付 而第二件是怎样怎样 所以一定要买商业医疗险 那书长您对这样的话术或说法 对了 其实这个是对民众是不太公平的 理论上你每个人生病的时候 说实在的 在目前来讲 健保是整个是包三包 那当然就说你有一些是基本款 有一些是进阶版 所以譬如说你今天尤其是这个东西 是在哪个地方最容易出现 在我们所谓的一些特材的部分 譬如说今天我骨头断掉 我今天要换排内障 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变成说 你的一个情况就变成说 因为有不同的材质 可是当然这是你知道 有一些厂商他们就觉得说 我这个东西 我就是跟原来健保 集入的不一样 所以我就要求病人全额 全智慧 那我有一些是差额负担 当然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 在专业里面叫技码 他们都很喜欢就是用技码 然后就是说他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价格跟我们的健保差很多 问题是每次跟病人讲话的时候 就会跟病人讲说 你这个健保的不好 这个或是健保换在颈椎的地方不好 他五年就会需要再筹换一次 每一个民众听到就吓死 他觉得说这个还得了 我开支颈椎 我都很怕说神经会麻痹 那五年还在筹换一次 那不是吓死吗 所以被人说这个都是让那个谁 让那个这个 这个厂商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 不过呢 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没错 因为在有一些部分 我们也在实质上在改善 在改革 就是我们希望说 我们这个跟特材的厂商 我们是希望说 你不要 你该赚的利润你要有 可是千万不要说 把病人当做提款器 这是我自己的原则 那当然就是说 你的效果 比原来我们健保的材质还更好 那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把 原来健保材质 再把它价格再拉高 或是说你这个东西 我们价格要拉低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那不过我是觉得老师刚刚就说 因为这个 在保险业里面 我倒是觉得说 因为我们假如说在 明年要做一个健保的改革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机会 找那些保险的 那个保险公司一起来做一个商谈 那看看就说互相怎么去弥补 那我们也希望保险公司不要说 每次都是一个赖皮 就说这个健保出了 他就不出 你怎么知道 结果问题是说 这个也是在检讨 因为变成说 其实他买了保险 照说就是保险有时候 应该要几户 可是保险公司现在都没有 你刚刚说的 这个1000多亿跟3000多亿就这样 他说这个健保有出了 就不给了 就变成说你另外在补那个差的 可是问题是说 结果的问题 健保是基本上是什么都包了 所以变成说 很多人从保险公司拿到的 的几乎就变成相当少的一个数量 我是觉得说 因为这个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 而且真的是要务实 大家一起合作 因为假如说民众知道 万里有一天我真的需要 是不是癌症的治疗 或需要一些特材的使用的时候 这个保险公司会在这边丢几乎 可是保险公司也尽量避免 一直在吃健保鼠的豆腐 我是觉得那个是 对健保鼠也不是 说当然健保鼠本来就是有你没你 我们本来都会几乎 对不对 各个问题是说 我是觉得假如要扩充市场的时候 要让民众有感的时候 可能要好好的沟通一下 那书上我想这样请教您好了 假设是您有需要用到特材的时候 您个人 您会选择健保的还是要 还是您会升级 理论上是 就是说这个看专业不专业 像我自己在台南服务的 那个医院的同能 他自己就是开到 他自己是骨科医师 他要开脊椎的手术的时候 他全部都用健保的 他自己本身 可是问题是说 我另外一个朋友 媒体的朋友 他都去开刀 他先生要开不是先生要开 可是就跟他讲了 说这个怎样 他就付了二十几万 不过他付了二十几万 他一直心里很不舒服 你知道吗 可是这都是谁在讲 都是你帮他开刀的医生 在这样几次 问题病人 他也不是一辈子开好几次刀 那开刀都能信医生的想法 医生的想法不对吗 大部分的医生都这样讲 所以他问来问去 好像听起来很合理 合理也没办法 但如果您本人呢 您本人必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您认为你会 当然就是说假如是 我们当委有肯定在讲 这个东西真的是比健保的材质好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会去 但不过问题是说 我们是一个医疗专业的人 在看他的内涵的时候 跟一般外面的人在看内涵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要请教您的看法 对嘛 所以说我就看了 其实我们健保的东西 事实上理论上都不错 只是说 我就说 你说多一个功能 就要加多少钱 当然是 你假如家里有钱 我们是也没有意见 假如家里没钱的话 事实上有一些东西也不必要 最近我一个同事也是一样 他是特采的 他是特采的一个主管 他妈妈在南投那边开刀 结果人家南投医生就跟他讲说 这个健保都很好 不需要在那个 所以他就给他妈妈用健保的材料 人家也好好的 那您自己有没有买保险 我有 我有买保险 你买了买什么保险 我就买那个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时候是我病人的先生 在做保险的主管 他就是 因为我当然也是希望说 有一些他有一个保险 事实上就是未来的话 假如所有的小孩子 他们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因为说实在 因为我自己在医疗工作 那你为什么就是医疗的一个服务的话 对我或我家人来讲 应该是都是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有一些部分的话 就是说 不过我发现这个保险也是这样 很多都充满着很多 你看不到的条件 等到真正有一些东西要用的时候 你有理赔经验吗 有过理赔经验了吗 没有 理赔经验有 上次是我太太不知道哪里受伤的时候 她有给了一个 不过又有一些规定要住院 要干嘛 是 一定要住院 我告诉你那个都是 你真的你不是真的很懂 就不一样 而且现在很多银行都有在卖保险 你知道吗 而且问题是 假如说你在卖保险 对这个保单的差异就会不一样 是 好 今天谢谢苏长 跟我分享这么多 谢谢 希望健保在您带领下 真的永续经营 一定会的 这个一定会的 没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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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